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主要是设计 看一下我们的大纲 我们上一节课是讲的需求 就是有的这些需求 我们要做的内容 要做哪些功能之后 设计人员就会给我们设计一些图形 一些圆形出来 告诉我们这些界面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团团站的 它里边的一些图 它会告诉我们这些界面的布局 登录按钮有哪些 然后我们的商户按钮 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它里边有哪些按钮 点击它的一个字体字号 这里边看它这里边的一个颜色 颜色图标 它都会给我们设计出来 然后点击一个图标进去之后 它的详情页又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大概的一个圆形设计 设计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按照它这种设计 来开发我们的代码 我们有了这种美工或者UI设计人员 给的我们这些圆形稿 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系统框架的一个设计 系统框架 我们今天主要讲导入应用程序的一个图标 以及启动图 这里边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来如何搭建自己的框架 有了美工的一个设计 我们来如何进行一个工程的搭建 这是我们上一个项目 新闻阅读器一个项目 我们在做新的项目中会参考里边的一些设计思想 还有就是一些代码可以重复利用 好的 我们开始我们新建一个工程 我们把它命名为 这是我们的工程 我们把它命名为group团购的一个项目 J-R-O-U-P group purchase 我们先把它建在桌面上 好 工程建立完之后 我们上一个项目已经讲了 就是要量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所有的代码 我们尤其是在多人开发的情况下 我们要有统一的标准 代码看起来就像一个人所写 所以这些没用的注释 也影响我们的一个维护 还有就是一个代码的一个美观 所以我们先要整理一下 这样看着就比较 整理完之后 大家会看一下就比较舒服 这几个函数是大家经常用到的 已经对它非常熟悉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再注视了 这样就看着比较美观了 我们今天讲的是导入图标 我们首先建立一个资源文件夹 resource文件夹 下面我们会建一个放图片的 还有一个放资源文件的 XIB文件 这样好处就是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分类 方便我们以后进行维护或者管理 把它放放进来 这样就分类 分类完了之后 看一下 我们分类完了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一个应用程序 用到的一个图标 先加上 这里边 我们可以先设一下 我们最低支持的系统 可以到6.0 还可以到7.0 可以设7.0 设完之后 我们设置一下启动图 由于是启动屏 Langest Screen 它只有在8.0上支持 所以我们这样是7.0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去掉 这个去掉的话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info里边 把它删掉 启动屏 它这个的好处 刚才的界面 只是为了节省我们的一个工程的大小 就是不用导入各个尺寸的图片 直接用界面来表示我们的一个启动图 直接把它删除掉 这里边我们再设一下 我们这个是启动图 我们使用 它来 来设我们的启动图 在这里边就多了这两个文件夹 它里边用到的一些图标的一个尺寸 这里都可以看到 这还是多大的 还有是不是支持6.0 这里边我点上之后 它会有设备需要的一些图标的一个尺寸 把它去掉 同样的 这里边是7.0 我们还可以支持8.0的一个启动图 启动图我们加的时候 我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有一个 资源文件 这些图都是我从团团转 看它上线的项目里面 考出来的一些图片 你可以把它拷贝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利用一下 然后启动图 启动图就是lanch 我们加上 加上完之后 我们对它进行一下对位 进行一下对应 这里边72的没有用到 其实是在iPad上用到的一个低清的一个图 还可以这里边 可能都没有 我们 看它的一个我们可以把它设一下 看6.1上可能就有57的 在7和8上的尺寸已经变了是120 所以它团转 团团转这个项目里面 它的图标尺寸也是不合法的 是不合法的 它在高清的上面还是用的低清的图 所以我们先暂时利用 先暂时用一下 或者我们可以改一下它的一个尺寸 你看它这个图做的也有问题 你看它这个图做的也有问题 这里这地方应该是透明或者是你看都有白色的底角 好 我们看还有什么样的图 这个是120 然后 S的80 这个是80 看一下这里边 它这个 这里边有一个120 然后还有一个180 我们可以看一下 7和8 这是个80 这是一个120 这样还可以改变它的一个大小 这个图我们就不改了 这些图的尺寸都是美工给我们按我们的要求来做好的 你可以设在这里 好 这个图 吹小的这些尺寸都可以让美工给我们做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启动图 启动图的一个图标 这里边可以看到的一个尺寸 640 1136 我们对应一下 好 这样设好了之后 5和 5.5英寸和4.7英寸 plus跟6的上面的一个启动图 可以让美工再做一下这个尺寸 可以看一下 它的尺寸是多少像素的 在这里边可以看到 射完了之后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我们的项目 这里边警告的话 就是由于缺少图片所引起的 好 这样我们的图标就 加完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效果 它在启动启动的时候我们先进行下一个下一题 就是说我们项目做完之后我们代码完成一个阶段之后我们一定要记得提交到服务端 但我们曾经的项目中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没有提交 但电脑起不来了 但电脑起不来了代码所有的所做的工作都会都消除都丢失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一定要记得提交 提交的话我们代码托管的一个工具 看起来了 这就是一个启动软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图标 这就是它刚才我们这个图标 我们还可以给它起一个名称 我们把它的名称改一下 这里边 Bondoname 我们叫团端转 再运行一下 这是用到的一个代码托管的一个工具 我们可以建公有或私有的项目 这是我们newsreader 是我们上一个项目的一个原代码 我们还可以创建一个叫 grop grop.x 同样 我们可以把它建成私有的项目 好 创建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提交提交上来了 我们看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路径 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 我们打开我们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的一个图标 名称 看我们的名称就变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讲的内容 是加营用图标 还有一个启动图 加营用图标 加文之后呢 我们最后要进行的一步呢 就是把代码提交到服务器上 我们讲一下如何来提交 好 首先我们定位到我们要存储代码的一个路径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桌面上 存储转这里边的一个code目录下面 然后呢 用get clone 把服务器端 我刚才建的这个项目呢 下载到本地 看这下面就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工程 工程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代码关掉 因为我们这一阶段的代码编写完成了 我们把它提交一下 我们把我们这里边的代码 拷贝到这里 然后进行一下 进行一下 首先我们这些增加的这些文件呢 先添加一下 gate add 点 点的话就是添加所有的 我们首先定位到我们这个目录下面 cd code 好 我们gate add 点 add完之后呢 它没有任何提示 我们再把进行一下本地代码的一个提交 提交 提交的时候呢 一定要写一个注释 就是我们做了什么 做了如何的一个更改 增加 方便我们以后代码的一个回退 增加应用图标 及启动图 好 这样就 提交完成了 提交完成之后呢 记住我们这时候代码还是在本地呢 我们服务端上呢 我们这里边其实还没有任何的 看这里边其实还没有 任何的一个更改 因为我没有上传 所以我们最后进行的工作就是把代码 上传到服务端 故事 好 再上传 你看有没有好 这样就上传完成了 上传完成 我们看一下 好 这样我们就不怕我们的电脑 这里电脑或死机或者是 东西丢失了 因为我们在服务端上有 只要我们有这个账号 我们都会拿到我们的原代码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也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步 好的 今天我们讲的导入应用图标 及启动图就到这里 谢谢